今天是主要的時間和精彩的演講 我們要交給我們陳偉強教授 陳教授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的教授 主要的研究範圍是古典文學 特別是思學、思平和古代的文人 各種的問題都是他專門研究的題目 陳教授在契南大學畢業 然後在北大拿到碩士之後 呼吸流尾 在科羅拉多大學拿到他的博士的學位 然後回來浸大做教授 現在已經是升任這個講座教授 著作很多 我不在這裡介紹了 下面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陳教授 他今天要講的就是 細雪新如中的偽進風流 我們熱烈歡迎 多謝梁董事的介紹 非常慚愧 其實有一點更正的 我就不是講錯介紹 是教授 這個一定要更正 另外就是所謂的成就 就是不敢當 我也和各位 包括主席 各位董事等等 就不一一 講了大名 就說今晚我來學一下 實在不敢當 多謝梁董事的介紹 我看到的時間就不太多 所以我就直入正題了 就下一個PowerPoint 可以 接到這個邀請 鄭家洪教授 他邀請我 受種若驚 鄭教授和我多年的好友 他就叫我講這個題目 我一定要答應 因為性情難卻 而且鄭教授 這麼誠意拳拳 我選了這個題目 很傳統的一個題目 但重點在風流 等一下我會介紹 如何為之風流 我們從 好了 那麼 大家看到了 我第一張 slide 我問了很多 因為 開始接到通知的時候 就說 給我三個小時 所以按照這個三個小時 的份量來準備 所以中間跳了很多的內容 一些引文 我只不過幾句話 就介紹它 好像這裡 我就 不能不提的一篇文章 就是《魏晉峰道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這個魯迅 在1927年中山大學的演講詞 他就提出一個很精靜的觀點 就說 我們讀歷史 在歷史記載和論斷詞 也有極靠不住的那些材料 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 其中一個重要的源頭 就是《細說生語》 我們看到 楊修之死 各位都很熟悉 我不僅僅說 殺個歌姬 歌姬唱得很好 但他人很囂張 曹操已經頂不住很久了 於是培養了很多其他歌姬 一有一個可以代替他 就立刻殺了他 另外有一個夢中殺人 大家都很熟悉《三國演義》裡 他的智慧機制很重要 怕有人對他不利 就說 我會發夢之中 憤怒的教導 拿這把刀來殺人 果然 就真的殺死了一個 於是 沒有人敢在他睡覺的時候接近他 這個就形成了一個 曹操的形象 下面這個就更加有意思 我這個就簡單來說 曹操有接見這個兇奴的使者 就覺得自己長得不夠英偉 於是就找人 被姓崔的崔跪歸代替他 就說 你代我 就說自己是曹操 我自己拿刀在床頭那裡 侍候著 然後離開的時候 這個兇奴使者 就是 崔跪歸問這個使者 魏王如何 其實這個崔跪歸是 扮演了曹操的角色 那些使者就問他 兇奴使者回答 就說 魏王啞岸飛上 然床頭捉刀人 似乃英雄 那個他就真的看到 那個真的是曹操 於是曹操聽到之後 就追殺此事 不行 不可以讓他傳出這個說法 他看到的 他真的認出曹操 他根本不相信自己 他找人扮演那個 反而不及自己 就沒有自信的一個人 所以呢 這次講題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主子 就是政治立場 個人喜好時代 因素等 如何影響文學 歷史等構成 古典甘情 必須要構成 其實這些也是我自己的體會 這兩句話 在難停序裏面 出現了的 後師至 後之是金 又是金之是色 其實這兩句話 就是 京房 首先是 勸諫這個漢元帝 原本文字的意思就是 講災義 用人不當等等 他就說 神恐後之是金 又是金之是色 因為這個漢元帝 誤用這個小人 造成這個國家的不幸 漢元帝說 我歷代君主也是 我 重信那些 所謂小人 他怎麼知道是小人 於是京房就說 恐怕後來的人 會看回 換句話說 是一個笑柄 然後王羲之寫這個 就是他感嘆宇宙人生的 世事事宜 今天我繼續 記錄今天的難停成會 寫下了 後世的人 感受到我們今天聚會的可貴 所以後之是金 又是金之是色 他預設了自己的地步 就說 我寫下一些東西 後人會看得到的 我的感情會寄託在後人那裡 就是後之濫者 亦將有感於斯文 有一個文字記載在那裡 世事事義 每濫色人輕感之遊 若合一體等等 這些都是人的感情 在文學作為一個媒體 來表示出來的 我就借用了這個 雖然世事生意是古代的作品 但是我們今天看回 亦都有一番的體會 能夠感受到 世事生意的故事當中的 一些作者所寄予的感情 稍後我會觸及探討一下 所謂的感情 我們今天看 跟當時作者所編寫的 有些什麼不同 世事生意的書名 本名叫《細雪》 後面我會跳得稍微快一點 到兩層至初堂的時候 《細雪新書》 有人說《細雪》原本是書名 然後搭上劉孝錶的註 然後合在一起叫《細雪新書》 《日藏本》 現在還有在八世紀的抄本 真的寫過書名叫《細雪新書》 到初堂的時候 《細雪新宇》才出現的 是劉茲基的《史通》裏面 之後《太平港記》 《太平語南》等等 有很多人都叫《細雪新宇》 所以原名是叫《細雪》 下面一些鷹液都反映到它的書名 我稍微跳過 這張就是那個書影 剛才說的曹操其中一個故事 它是很妒忌楊修的 有一次一起行軍 經過曹擾碑 這個謎語很出名 叫做《絕妙好詞》 那個謎底 那 曹操見到那個碑 就說 王娟幼婦 外宣只剩這八個字 什麼意思呢 楊修當時就知道了 他就說 你不要告訴我先 讓我一路走一路想 想了三十里之後 他才想到 啊 是不是真的這樣 絕妙好詞 然後楊修就說是 他當時就想到 所以魏武帝曹操就說 我才不如輕 沙里國 我的才能 遲鈍過你三十里 你走了三十里之後 我才想到 所以 構成一個曹操的形象 很妒忌 楊修就是這樣 這樣被 當然 後世的編加 楊修子死 是因為他奴才楊己 下面 關於篇目和章節 細說新語 是屬於止步 就不入止步 這個呢 也都透露了一些訊息的 它不是 所謂的正史記載 它是屬於止步類 止步類 有一些的潛波 關於輪語 流向的身序 雪苑等等 都是相類似的一些記載 它是將它分類 特別值得留意 就是所謂的孔門四科 德行言語正式文學 這四方面 排在最前面的 這位的美國學者 他翻譯細說新語 很早都翻譯了出來 影響很大 這個Richard Marford 馬瑞智 他就說這些所記載的 是一個傳改過的歷史 叫做Tamford History 他也提出一個卓見 它就說是屬於類書一類的 我們也知道 《偽文類罪》、《太平如纜》等等 在某一個暴雷下 收集了一些不同的記載 所以叫做類書 這也是一個卓見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我也覺得 只是這樣 傾向就是文學性 定位就是 老順所說的智人小說 相對於智怪小說 是第一部的智人小說 下面 這裡 可能 OK 看得到 我借用了范子葉教授 根據楊勇教授的觀點 進一步提出 他的所謂的九品模式 九品官人法 竟然是荒謊的 那樣是 聖人、賢人等等 那些由上排下來 還有一個 主要的根據就是 劉兆的人物志 那些系統 就是上成九品官人法 九品模式 順序 以示 高下 圖表也看到,上、中、下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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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等等 但是我又提出一個疑問 所謂的 cross-reference 交叉記載 因為同一個人在幾個暴雷裡找到的 譬如說遠跡溪康或者遠跡溪康 記載德行第一,它是第一類 又在任誕中的二十三 一和二十三是相差很遠的 又怎樣分高下呢? 而且二十三那裡任誕天是最詳細的記載 你說怎樣排列呢? 你說它是第一還是第二十三呢? 這個都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有些著本,譬如如家石等等 在索引裡面都有一個聲號表示 某人的本傳就在這裡的 其中遠跡溪康也是第一 但是具體記載是第二十三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又有上、中、下卷的分法 這個 上成這個又是九韻觀人法 包括我們知道的忠榮的詩品 都有上、中、下卷的所謂的品 這個又怎樣分呢? 卷相只有這些 這個是根據四部長安本的 前面孔門四科是卷相 接著卷中是些什麼呢? 就包括這個表裡面的相 以及到豪爽 其實豪爽呢 也有些壞人在這裡 你說它為何排在這麼前面呢? 卷下是最多的 看起來好像這個詩品 詩品的卷下的人物是佔大多數 那這些呢 都比較難找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大致上都是 都是對的 那個排序 因為它是重視這個 德行言語、正事和文學 但是複雜的問題 所謂的cross reference 就真的很複雜 因為它不是單純的編年記載 或者傳記的記載 講一下這個作者和編者 就留意慶 一般都說是他所作的 其實不是 不對 很多人都做過研究 他是一個編者 因為呢 很多學者都統計過 他編的《幽明錄》 《孫艷記》等等 還有《細說新語》 加起來很多卷的 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裡面 他是很不得閒 如果全部都是他親不寫的話 沒有可能編成的 詳細的數字我不講了 這裡選擇一些 比較重要的記載 它是愛好文藝、文義 才詞須不多 這個又透露了一些訊息 才詞不多 寫出來的東西不是太多 那麼 後來晚節奉養沙門 迷信拔教 頗自廢損 花了很多錢 又跳到技術 那裏 消善騎乘 《及掌》以《細路艱難》 用紅色來標出 這個其實是 很有政治的暗示 《細路艱難》 我們知道劉毅在420年 散進自立 做了幾年皇帝 然後傳遺被少帝 少帝很短時間 被石灰、徐善之等等 搞定了 直接殺了他 然後劉二龍 都是劉二慶的排名 都知道 的兄弟輩 他做了皇帝 然後 因為這些政治風雲的關係 所以劉二慶就知道 就立即退 退到什麼地步 所以這句話 可圈可點 《細路艱難》 我不參與政治了 我的經歷 主要是放在天書寫書 《以忠此生》 編寫方面 他招集了一些文士 當時的第一樓的作者 文學家 袁淑 綠展 《爆照》 《爆照》 出名的《南朝詩人》 《何祥愚》等等 還有一個叫王增達 王增達是 東進開國的 丞相王道的五世孫 所以這個 又透露了一些 一些玄機在那裡 《細說新語》 有王增達參與 他有沒有可能 寫衰他的祖先呢? 這個 之後呢 我都會講到 劉二慶他的態度在那裡 選什麼 和寫什麼 和改寫的態度等等 細說的材料來源呢 有培啟的雨淋 有國情子的國子 有學者統計的 甚至乎採取的這些 前代的文献呢 有百分之三十幾 但是他有改寫的 改寫的 改寫的態度呢 又如何呢? 稍後會講一講的 下面呢 就 剛才講過了 就有名錄 《孫艷記》 一個是 講一些智慧 主要是道教方面的 《孫艷記》 主要是講佛教方面的書 《細說新語》 《細說》 是比較早期的編寫的 作為一個消遣 寄託 以遠離政治 以中牽連 剛才講的政治情況 《特作繳繪》這句話呢 也都是很重要的 就關於《細說新語》的編寫的 《序事》的真實性 似非重點 真還是假 你不要理它 那下面兩條資料呢 就看到它的選擇的 史料有相同標準 為什麼叫相同標準呢? 第一條 我簡單點說了 因為陪啟寫過《余林》這一本書 裡面提到 《謝安穆之道林》 《如九方高之相馬》 《九方高》是相馬很出名的人 略其猿王 不看他的馬的顏色 是黑馬還是黃馬 取其進入 只是重視他能夠跑 是千里馬 然後《謝公》就說 《都無此異語》 《陪志為此此異》 這個陪啟這個人 老作 我沒有說過這兩句話 為什麼他要記錄下我 所謂的我講這兩句話呢? 然後呢 我跳過一些內容 所以呢 因為這個《謝公》這樣批評 陪啟他的技術不真實 因為關係是他自己的 你為什麼要屈我? 我沒有說過 於是呢? 因為《謝公》 《謝安》的權力太大 地位太高 所以呢 有句話 有句話 紅色 《雨林遂廢》 所以很早 《雨林》這本書呢 廢而不行的 《今時有者》 《皆是先寫無福謝宇》 現在所流傳下來的就是 是先前抄低的 《謝公》所提及的那些 全部刪除了 所以 因為一句話 《謝公》一句的評語 陪啟的《雨林》就失傳了 他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政治 所謂相同標準 下一段呢 又說明了很重要的情況 《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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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明是轉成》 《見謝公》 《公少藥》 《我常與諸人》 《道江北是》 《特作繳困》 《繳困》的意思就是 開玩笑的 有一點都不認真的 那 原文為何又記錄下呢 其實呢 這個所謂的 雙重標準 鄭安就是 他喜歡這些記載 我鄭安所說的 其實是竹林七言的 一個說法來的 有人考證說 竹林七言的統稱是 始至鄭安的 我開玩笑而已 為何你袁宏這麼認真寫成書呢 他就不說這個袁宏 你亂說的 為何你這麼說 所以袁宏這本《明示傳》 就能夠流傳以後了 陪啟這個雨林被他禁止了 於是就這樣 即使禁止了 劉兒慶都有選擇到 這個雨林和國子的成分 在他的細說聲語裡面 關於《風流》 就是這個 今天他講的主題 馮友蘭在1944年 寫過一篇 《論風流》 很有影響力 很有卓見的一篇文章 他第一句說 《風流》 是一種所謂人格美 人格之美 從尾字已經看到它正面的意思 有四個要素 《原心》 《動見》 《妙想》 《心情》 有一個括號 其實出自他這篇文章 這些在書中 我們往往讀到 書中的記載的時候 有所體驗到的 尤其所謂的 《動見》 《妙想心情》 《原心》 《原心》 更加多的是 譚圓 我們知道 魏晉峰流的 其中一個重點 那些人所說的就是 喜歡吹水 當時的人用了一句話 一旦叫清譚 一旦叫清言 不停地說 說一天 但是呢 蓬佑蘭也指出 當時他們說些什麼 很少記載了下來 如果記載了下來 第一方面 煩都煩死你 一天不停說到 另一方面 就是珍貴的史料 可惜沒有了這些的史料 下面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 從這個風流的字 就是自免易 進入到這個隱身意 然後偏向於正面的意義 我呢 就隨便拿了幾個詞 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風 吹的風 這個是原本的意思 包括風格 風度 風氣 風神 風情等等 這些都是 隱身出 好像一陣風一樣 無私醉 風者風雅 這個都是 好像一陣風吹 所謂流是什麼呢 好像一些水流 水流的意思 這個是基本的意義 引申於流行 流逐 流派 流品 品流等等 這些 所以我們感受到 風吹過來 和流水是怎樣流 可以意湖不可言傳 風流的意義 三個字已經有了 細說 稱這個 看曾淵 一個西域的僧人 運用套納 風流轉介 他那套風流 這個 講的時候 有清言的時候 那個風格 讓人感受到 慢慢 真的 讓人有感受的意思 就知道了 今天的名詞 有這個風流快活 風流剔躺 慢慢 有 點意 其實這個細說生意 裡面所包括的風流 很多方面 我們會看到一些例子 我們所理解的風流 涉及多個方面 司徒涵蓋原書編寫 對風流含義的理解 並且突顯細說 如何表現哪些風流 他有選擇的 風流之變 這個大概給一個 時序給大家 有一個整體的形式 東漢以來 從清義到清談 因為這個 黨固之禍 橫觀用事等等 這個 當時影響很大 令到那些時人 不敢出聲 從太學生 清義 講了很多關於政治 就轉入清談 不要觸及這個政治 因為太危險了 這個東漢以來 到漢末都是這樣 進入漢末 建安 然後到政治的時候 何硬和黃伯 是代表他們所說的 尤其是駐老子 周翼等等 竹林七言是個重點 稍後我會說 為什麼是個重點 剛才已經提及到 謝安 他是竹林七言的 為中林七言定位的 其中一個最早的人 接著呢 有西進時期 就 所謂清談五國 這個五胡聯華的時候 公元318年 這個 中朝時期 317、318 差不多 東進 過江之後 因為清談得太厲害 那些人不理國政 所以就清談五國 有些是劉宗時期 劉宗時期 420 420 由於政治的原因 有人這樣說 劉以慶避開了很多事情 但是有一條是講到謝靈雲的 有學者就認為 這個應該是何祥如所編的 為什麼呢? 何祥如是跟謝靈雲的關係很好 他就收入了一些謝靈雲的資料 這一條是證據 我看不一定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劉以慶為了避禍的話 他連謝靈雲都不收 為什麼容許你何祥如 你寫你的朋友的東西 收入我本《細說新語》裡面呢? 這也是一個 學術界論爭的觀點 後來有史傳記載 有唐代的《晉書》 收集了很多《細說新語》的內容 還有後代的小少少 剛才所說的《三國演義》 吸收了很多《細說新語》的內容 還有今天的理解 之後我會提到 今天怎麼理解《細說新語》的內容呢? 傳書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影襯 以某種風流突顯 以及高揚編寫者的理想中的風流 所以 所有的風流 以及用這些所有的風流 來突顯編寫者的想 強調的風流 意識觀念 價值判斷等的影襯 往往通過人物描寫影襯而達成的 這些的價值判斷 我用了自戀、貴賤、言不肖等等 書中很多的 人物方面 以下我都會講到這些 我跳過 看到一些具體例子 借安的出與處 出與處 不是處 就是說出事和隱居 的一個矛盾 講風流 借安是第一流的人物 包括李伯 經常引用借安 所謂的東山再起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借氏家族如何 如何在東晉時期 維持他的家族地位呢 就是有一個族長 這個我借用田如慶教授的一個觀點 有一個族長出來掌證的 所有借氏子弟幾十人幾百人 都是靠這個族長 首先是鎮低將軍 借尚 借尚去世之後 借安就不得不出來 如果不是 他們勝借的就會沒落的 接著就借完 因為打了漂亮的蛇水之戰 公元三八三年 所以就被封為康諾公 康諾公 借靈雲是繼承康諾公的 所以叫做借康諾 你看到他是一步一步 每一個時期有一個族長的 話說這個借公在東山的時候 他是一直隱居的 剛才說借過世之後 他沒辦法了 這個緩溫當時的權分 就蒸集他出來 然後呢 當中有一句話 好 高齡時為忠誠 逆往雙祖 先時多少喝酒 借少少醉意 然後呢 他就在這裡 半開玩笑地說 兄女為朝子 那朝廷呢 經常都徵召你了 你呢 就經常高臥東山 在這裡隱居 諸人每相語言呢 社會上也流行一句說法 安石不肯出 即是鄭安呢 你不出的話 章如蒼生河 那你究竟 你怎麼對得起這個 蒼生百姓啊 你對蒼生百姓 如何交代 這樣的意思 那麼 現在呢 這個高齡所說的說話呢 引用民間的說話 然後呢 引完之後呢 今亦蒼生將如興河 這個其實是很大諷刺的 你一路高臥東山的時候呢 那你怎麼對得起 天下蒼生呢 現在你被迫出事了 天下蒼生需要你 那天下蒼生 怎麼對得起你呢 所以呢 所以 角色就互換了 當時呢 你對不起天下蒼生 現在天下蒼生需要你 迫著你出事 所以這個其實那個 語言的飢風很厲害的 就是在這裡取笑著這個 鄭安的 所以呢 鄭安笑而不答的 另外一個呢 好 謝泰夫 問朱子責呢 子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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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於庭街兒 那棵樹生得這麼漂亮呢 你不要藏起來了 你一定要把它放出去 這個庭街那裡 人人都可以欣賞到的嘛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之好的 一個譬如來的 我有能力有作為嘛 為什麼不讓人見到呢 我一定要幹一份大的事業的嘛 那所以呢 謝賢就 在這個肥水之戰呢 就真的打了漂亮的一仗 就至少成多 就打贏了這個福堅 福堅的侵略 東進就就此卻步了 過了兩年之後 305年 福堅就死了 於是呢 東進的政局呢 就穩定了下來了 那 說完謝安呢 這裡還沒說完完的 旺謝一起說了 這裡 就說到所謂的風流呢 就是 喜怒不贏 贏於色 這一點非常之重要 謝功與人圍棋 在這裡和人捉棋 跟著呢 謝懸懷上信志 就打勝仗了 就是這個肥水之戰了 然後呢 謝安就輕輕的看完那個信 就物言無言 不可以失態 我正在捉棋 然後呢 徐鄉局 客問 就回到那個棋局那裡 客問懷上離開 搭曰 小儀輩大破賊 輕輕一句 其實這個是歷史大事來的 他其實呢 是開心到飛起的 暗藏在內心裏面 我不可以失疑態的 我這種呢 喜怒不贏於色呢 那種才是高人 這個呢 亦都看到謝安的 他的幽默感 和那種的風範 這種就是其中的一個 的危盡風流 意識舉止不宜於償 這種喜怒不宜 認識 下面兩條我稍微快一點 這一條呢 雅量6.19 就是這個痴 有人讀戲 痴太傅痴監 在京口 他找女婿 所謂的東床女婿 真是很女婿的意思 大概的意思是 找人去選女婿 去到這個 我們知道 王姐 大家族 去姓王那裡 去找女婿 王家的 還未娶老婆 每個人就 正襟危助 一本正經 被她選女婿 選到我了 一流了 沒得頂了 誰知道其中一個人就是 他怎樣呢 就 唯有一郎在床上 坦福我 如不聞 好像是 沒事的 那樣 就露出了肚腩 躺在那裡 這個叫東床女婿 接著 痴公雲 正此好 這個最好 這個最好 仿之乃逸兆 這個是王喜之來的 於是就 把女兒嫁去王喜之 這些是風流日事 是不是 他就是 不喜歡一些裝模作樣的 一些自然流出的那種 那種的氣派 這個是王喜之 那下面呢 這一條呢 就 很多人就 將它 借到穩 這個其實是鎮西將軍的女兒來的 鎮西將軍借上 已經過了世 就交了給謝安照顧她 後來就安排她 嫁給姓王的 有一次呢 這個王凝之 就是王喜之的兒子 那夫人 就是謝夫人 就是謝道雲 就回到外交 接著就 不斷地數落這個王凝之 這個真是壞人來的 為什麼要我嫁給她呢 接著呢 太夫 謝安 安慰她 就是王郎 是日少之子 是王喜之的兒子 紅色部分 人才亦不惡 或者不惡 她人才不差 她為什麼要說這句呢 就怕她婚姻上面 有些什麼破裂等等 她是想維持這個政治的生態 王同謝 一定要結親的 要維持這個政治的力量 所以她說 你怎樣 在那裡受氣 我明白的 但是她們也不差 接著呢 謝道雲 也不信 一門宿故 則有阿大中郎 就是上一輩 謝上 接著呢 群從兄弟 則有風湖押末 這些都是謝元那一輩 不以天壤之中乃又黃龍 誰知道呢 這群這麼出色的人 天天被我教了一個這樣的壞人 這樣去抱怨 但是呢 鄭安也是要維持這個政治的生態 維持他東進的局面 好了 下面呢 很出名的一個所謂有潘安之貌 後世的小說 就是用潘岳來形容 美男子的風流 那這一種又是什麼風流呢 其實是一個反諷來的 為什麼叫反諷呢 我下面會說一說 細說一書對於人物美貌 頗感興趣的 視為美的追求 哪怕是黃燕 他手執了肉餅的主美 清潭的時候 拿著一個主美 白肉餅 他的手不斷放在那裡 看來他的手和白肉餅的餅 是同一個顏色分不出來的 這樣也要描寫一頓 這樣才是美的 美男子要白的 那樣看來是河眼的膚色很白 那些人以為他就是塗了粉 但是天氣炎熱的時候 河眼呢 將他一塊紅色的布 或者衣服擦一擦汗 看不到那個紅色的布 尖眼也白色的 原來他的膚色真的那麼白 那樣才是美的 那時候的危盡風流 這裏說潘岳 透過一個比對 他說 潘岳妙友之容 很神情 很神情 真是美麗 肖時協旦出諾陽道 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刑之 手拉手地圍著他 現在我們就說撩女仔 當時是撩男仔 因為他太英俊 那些婦人每個都手拉手地圍著他 接著一個影襯就是左思 左太宗絕醜 亦服校惡柔傲 他就學這個歡樂的出柔 於是群與齊共 亂取之毀頓而返 他很無忍 很失落的樣子回來 每個都是女人 女孩子 吐口水 或者是有怨言等等 所以從這個巨大的落差 看到英俊和不英俊的分別 潘岳是很有名的 他和他的朋友叫夏侯站 並有美容 喜同行 時人為之連璧 兩塊很美麗的迫玉 走在一起 擺在一起 這樣去形容這些 兩個這麼古代的美男子 但是他的遭遇呢 是怎樣呢 美麗的外貌 是有醜惡的內心的 這個進書都有記載的 所謂的望塵而敗 他是陷視了這個假蜜 假蜜是當時的拳臣 和石崇一齊 陷視到什麼地步呢 假蜜的車遠去 捲起的車塵都看不到 周圍的人就說 你們兩個還跪著這樣去膜拜 對著那些塵去膜拜 那些人就是這樣笑的 擦鞋擦到這樣也有 這個就是潘岳 潘岳和石崇也是的 孫秀這個人物呢 因為潘岳小時候 欺負過他 所以他懷恨在心 到了孫秀掌權之後 潘岳知道自己玩完了 然後就問孫秀 孫秀就說 孫令益酬悉周旋否 你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孫秀就說 忠心藏之何入亡之 印用了詩經 我怎會不記得 我好記仇的 於是他和石崇 歐陽健等等 和潘岳等等 同日修之 一起問斬 那這個呢 是美南寺的一個中局 這個呢 石崇和黃海 剛才提到石崇和黃海爭毫 那 黃海呢 他當時 武帝 就是黃海的外星來的 那 武帝就刺了黃海的一個珊瑚樹 很漂亮的 有兩尺多高的 然後呢 石崇看完之後呢 拿一個鐵如意 不斷敲爛它 應手而碎 然後看到這個 黃海呢 軟式又為 覺得石崇 是妒忌我自己的真寶 聲色甚麗 大罵出口 為什麽呢 打碎了 然後呢 石崇就說 不足行 金環慶 然後呢 就叫左右的人 取三胡樹 有四尺 有三尺四尺 條乾絕世 光彩日木者 六七枚 不斷整堆送它 你要多少有多少 你那是兩尺多 我現在三四尺給你 於是呢 黃海就妄言自失 這樣去鬥多錢的 這個又是一種風樂 覺得好型 很有錢 大了 這個呢 接著 又有一個影襯的 就是 你有錢 只是暴發戶而已 有一種人 就是 所謂的田舍 就是 一些沒有文化的人 耕田出身的 黃敦 他是黃道 當時的 建國宰上的 眾卿 唐大佬 人稱黃大將軍 黃敦 後來他是叛亂的 給了一些背景 鋪斷一下 他怎樣叛亂呢 有他的根底 有他的質素 我們看幾段 我簡單講一講 這個宋維 可以讀為維 他其實是石崇的其中 一個外妾叫綠珠 綠珠的弟子 國式善笛 這個 括號的我家 後來 這個宋維 被借上鎮西將軍 就收納了 石崇死後 鎮西將軍 就問他 我何如黃 我和黃大將軍比 因為你也侍奉過黃敦 我和他比較 宋維就說 黃彼是軍 填寫貴人而 當然有賊鞋的成份 但是也透露了一些 黃敦是一個粗人 這個鎮西將軍 借上 因為他是鎮西妖爺固 他的長相面貌 都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他就是貴人 黃敦是一個填寫 是一個無文化的人 下面也挺好笑的 我也想過 中國文化研究 有沒有人研究古代的廁所 這個有兩條記載 細說生語 第一條 黃敦娶了 東晉王朝的公主之後 某次去皇宮的廁所 見七雙性乾組 有一些組在那裡 其實是用來塞住鼻孔 因為是臭的 其實挺科學的 黃敦為何覺得廁所裡 裡面有這些果粉 於是便吃光了 紀幻出來的時候 有個金盆 剩下一些水 又有流離碗 剩下一些醋豆 其實是讓你喝 讓你洗手 結手之用 這是很高級的廁所 於是黃敦就看到這些 把那些粉 放進水裡 攪拌 讓他自己喝 以為是乾飯 早就真的好 廁所裡邊 有喝又吃 於是裙皮莫不掩口而笑 真的忍不住 一個鄉下人 下面有一條去石崇的廁所 經常有十餘的士皮 穿得很光鮮美麗 放了一些甲煎粉 沉香汁之熟 無筆不備 很華麗的廁所 接著又以新衣著令出 你去完一次廁所之後 給衣服換 換那套衣服出來 你必須要剝光衣 然後才換了 黃大將軍去到廁所 脫固衣 穿新衣 神釋傲然 旁若無人 你想想 周圍都是一些女子 她都剝光衣 然後再穿 裙皮相違 此刻必能作賊 這個肯定是個賊 她不知廉恥 其他人是不敢去廁所 是因為要換衣服 個個忍住 她說 怕多修不能如此 怕醜 為何在士皮面前 我脫光衣服再換一套出來 怎可以的 我寧願不去 黃大將軍 理得你這麼多 這個又是一個 看到黃敦的情況 最後這個就是石崇 叫美人去勸酒 這個黃盜 跟她一起去 黃敦 死都不喝酒 石崇為了要面子 我要美人來敬酒 你死都不喝 敬不到酒的那些 敬不到一個我殺一個 已經殺了三個美人 接著就以斬山人顏色如故 面不改容的這個黃敦 尚不肯喝 人命來的 死了三個了 接著呢 黃盜就讓之 你還是喝吧 大將軍就 黃敦就說 自殺醫家人 他們自己家裡殺人 關我什麼事 這樣就來回答這個黃道 所以看得出她的所謂的田者風流 所以是必能作賊 這個肯定是壞人 關於一個細說新語的文學美學的其中 這個是一個重點 從這個條目裡面 我們看到幾個關於文學要素的 語言篇 言語篇 文學篇 相語篇 都是涉及了很出色的文學描寫的 都超過一百則的 書中多序了人物的風神 清淡的場面 語言飢風 感情色彩 視覺藝術等等 剛才說到謝鎮西 聽這個恩浩清言清淡 聽一下 聽一下 不知不覺 就說了數百語 就不停聽她說 秘有佳智 兼慈調風位 甚足以動心害聽 搞到這個謝相 諸神 輕而不覺流汗交綿 哇 整身汗 接著這個恩浩 叫左邊有些人 拿一條毛巾給謝將軍 罵阿漢 這裡看到她 清淡感人的力量 如是者甚多 哪怕是 顧海之 顧長康 他食借 現在很少見到人食借 他由借的尖端吃起 有人問為什麼 他漸入街景 這個漸入街景 是一個異文 來的 你想想 顧海之是畫 這個洛神父的 很出色的畫家 來的 他都談過這裡 食借 尚且有這個 街景 我慢慢 通過這個食借 品味這個 借的美味 甜味 最後我才漸入街景 可以看到 他對文學 和對藝術的 那種的鍾情 另外 這個有好笑的 有錢人很多 買了些書 放在家裡 拿些書出來 曬 今天所說的 曬 名 但是這個確實 不是 我讀了 在肚子裡 滿腹經理 我拿出來曬 書 我不用拿些書出來曬 我拿到肚子出來曬 有趣 OK 好了 品評人物 我引用了幾多的材料 是一種的 表現這個 人格尾 我稍微選一兩個 例如說 李英的 東漢時候的一個 等席之神 講的江政 敬從下風 然後呢 講這個 忠會 稍後會講到忠會 他的武學的才能呢 就是 如官武父 彈倒謀擊 好像見到那個 武父那樣的 然後呢 講這個 劉淡的 這個才學 金玉滿堂 這些的 描寫真是一流 我們今天寫文章 你有沒有這麼多的詞彙 潘岳六基的文學 我們所知道 忠明的詩品 潘才如江 綠才如海 但是細說新耀 已經有了 潘文淺而靜 綠文心而無 上面的文字比較多 跳過 看曾淵 因為他是西域的曾人 黃丞相 黃丞相 就去笑他 避高 然後目深 他說 避者 面之山 是面裏面的山 目者 面之淵 眼睛 是面裏面的深淵 三不高 則不力 淵不深 則不清 這樣去回答 黃丞相 黃道 諸如此類的 品平人物 下面 有一個美的追求 這個 除了潘岳之外 他不單是英俊 他不單是英俊 亦是清淡的高手 但是 所說的是一個悲劇 完美的人 總會 好似歡樂 他另一種悲劇 黃敦為大將軍 然後 維戒 避亂 因為 千刀天安乾了 投靠黃敦 因緣相見 接著 謝坤為長使 然後 黃敦就 跟謝坤說 不以永家之中 永家之亂 三一六年 復聞正始之音 何眼王拔的時候 幾十年前 已經沒有了正始之音 現在 竟然這個年輕人 說說說 我深深感受到 當時何眼王拔 那種正始之音 好 接著 黃敦是 衛戒之寇 盡闖有風之 你看到 他影襯 一層高於一層 但是 他見到 衛戒 妹妹 感嘆 豬肉在執 好像豬和美玉 珍珠美玉 各我型衛 他自以為 黃敦自以為 自己很型 很英俊 但是 一坐在衛戒身邊 便相形見絕 因為他太英俊了 他的死 這個更好笑 衛戒從御章至下都 人久聞其名 觀者如賭場 好像 那樣 逼不進去 為了去看他 衛戒才有雷疾 看不堪勞 所以成病而死 那些人說 看殺衛戒 被人看得多 看死了 因為他太英俊了 經受不起 這麼好笑 也有 太英俊的人 吸引人的地方太多了 他有這麼有的才能 看得多 不吸引人的地方太多了 看死了 那些人就是這樣去評論他 下面就是另一個重點 梯康和苑直 《玉山之崩》 有兩層意義 就是 它是 掌相太美麗了 顏顏 孤蟲之獨樂 其醉也 又好像 浴山之張崩 喝醉的時候 好像 美麗的浴山 就快崩塌 去形容他 第二層意思就是 這麼美麗的一個人 這麼有才能的一個人 他最後是 死了 是死於非命的 為什麼呢? 這個就要交代一些背景 宗會和他有仇 為什麼有仇呢? 我們看《文學4.5》這一段 都挺好笑的 這一段 你看到他 宗會是很記起這個 溪康的 他寫了四本論 這本書 就經常都想給這個溪康 看一看的 經常放在一個 懷中 寫定了 但是呢 又 經常猶疑不決 又想給他看 又不敢當面給他看 終於有一天 來到溪康的門口 把這本書 從門口的窗外 扔進去 然後急急地走 為什麼? 很害怕 怕了這個溪康 這裡也影襯了 溪康的才能 遠高於中會之上 中會哪怕寫了一本 自以為是抗世絕作 都不敢讓他看 不敢當面去請教 都扔進去 然後急急跑走 然後呢 這一段 就是他們的結縣 其中一段 就是 他聽到 溪康的大名 然後前往去找溪康 溪康在大樹之下 他終於是打鐵的 他的嗜好 就是因為他服藥 所以要疏散這個 藥氣 這個不知道 就是 孤肥一雪 總之 這個事實 就是他經常去打鐵的 我在網上找到這張圖片 也挺有型的 拿著鐵錘 跟著 就 中會去到了 然後呢 溪康就 拿著 這張圖片繼續打 康若無人 知道這個 中會來到 一句話都不跟他 不跟他講 接著呢 中會就起行了 準備走 然後 西安就是 何所聞而來 何所見而去 你聽到什麼 而 想來找我 你最後又見到什麼 而離開的 接著 中會回答更加妙 就是 聞所聞而來 我聽聞你的大名而來 見所見而去 其實 後面的一句 好無人 見所見而去 你也不招呼我 我是這樣看 當我是傻子 接著 所以之後就結怨 下面這個 我調過 我們 顧及時間的關係 今天所講的 成語慶高采烈 原意出自哪裡 民心雕龍 怎樣解釋呢 我們先看最後一行 流血的民心雕龍就是 宿爺真是溪康 進俠 應俊、俊氣、雅俊 和有合義、正直 故慶高而采烈 這個民心雕龍的體性篇 就講人品和文品的關係 因為他有正義感 因為他正直 所以他的詞彩是很熱烈 很光彩的 所以民心雕龍 是這樣形容他的文學 他有一次 找到這個道士 孫登 最後離開的時候 孫登就說 君才 則高以保身之道不足 就說你 不懂得保護自己 最後就被忠會害死 跟著 山徒 祝林秋元之一 就自己離開選曹 然後就想推舉這個溪康 溪康就寫了一篇很出名的 《與山巨猿絕交書》 說他為什麼要推舉它 他的悔恨 他臨盈的時候 神氣不變 索琴彈之 彈的是什麼呢? 叫做《廣寧山》 這首很有名的樂曲 曲中就說 昔日 袁俊 想問我 求教 叫我教他 彈這個《廣寧山》 那我一直都沒有教他 今天我不知道 我已經行刑了 我後悔當日 為什麼沒有教他 所以《廣寧山》這個樂曲 就絕跡了 因為我今天死了 他能夠 臨行刑 跟著 《泰學山》 三千人上書 《請二為師》 那這個其實呢 是復現了 《東漢黨固之禍》的一個場面 因為這個《溪康》 他太能夠直言 他太正直 他得罪了一些權貴 但是他真的是很有才 這些《泰學山》三千人 請而為師 但是還是要斬掉 就是這樣結束了生命 《軟寺》 這是另一種風流 處世的態度 《溪康》說 《軟寺中》 《口不論人過》 他是很聰明的 他就不會批評人物的 他在《溪康》 就很佩服他的 但是呢 喝酒過甚的 等一下會說到這個喝酒 《行天》 《細說新語》 《俊文王》 這個司馬超 稱這個《軟寺中》 《至慎》 《每語之言》 《軟寺》 《軟寺》 發言《軟寺》 《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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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和這個 嫂子 離別 告別 有人 萁寺 因為 少嫂子不通問 軟寺 講了很有名的一句話 《軟寺》 《軟寺》 我何必要遵守這個禮法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偽進風流 還有鄰家有美式賣酒 他借一些耳語去 喝醉了之後就躺在賣酒的地方 殿綿其苦則 夫恥、殊疑之、視察、忠無他矣 你可以說他是看見一個美的美的享受 看美的美的享受 喝醉了我躺在旁邊 這個更美的享受 但他忠無他矣 稍後我會講到一個人性 《任誕與明教》 它是人情和禮法的角力 還有就是一個旁約無人的修為 我理得你怎麼看我 我就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禮法於不顧的 其實老順所說 其實他內心是很深信這個明教的 我即將會講到你的方外和方內 我只能夠選一些比較重要的 丸席喪武之後 他仍然是喝酒吃肉的 這個師弟何曾就說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 丸席他是拜俗之人來的 為什麼你不懲戒一下他以正風教 然後施馬超經常都在搖書他 丸席其實聽到所有的對話 神色自弱 你說不就說我理得你 我喝酒 大家留意他是剛母親過世的 下一段就真的看到他喝酒 他母親過世之後蒸了一隻豬 然後喝酒 那些人經常都批評他 然後到最後都得一號號 因吐血 廢頓娘糾 這些是真性情的爆發 喝酒是表面的 母親死了 他說直言窮義 這有很多解釋的人說 玩完了 或者說我以後沒有了母親 以後我怎麼辦 都可以理解的 接著所謂方愛 這個陪啟吊宴席的母親 宴席喝到醉了 散發坐床 機懼不哭 他自己也不哭 但是陪啟照是遵循禮法去拜 然後又哭 然後有些人說 主人也不哭 為什麼你哭 陪啟就說 軟席是方愛之人 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 所以都是要遵守禮教 所以視人為兩德其中 人性的解放 我跳到中間那一段 軟席是軟席的侄 他也是觸林七言之一 這一段真的有看到 看你怎樣理解他 是不是人性的解放 或者是對禮教的反叛呢 或者是對禮教的反叛呢 我們來看看 他最初就說把被女留在那裡 這個軟席跟她發生了關係 求子不得 喜歡了她 然後孤母離開之後 就定章去之後 改變主要把鮮卑的婢女帶走 這個軟席就很急躁 她說不行不行 為什麼她用的借盒 首先看她有什麼舉動 縱容就是軟陷 遮黑羅遮住 她自己跑得不快 就遮她的奴仔 穿著這個蟲服 這個桑服 去追她 穿著桑服去追她 追了孤母 接著就追回來 把鮮卑的婢女追回來 那個理由是什麼 人種不可失 因為她自己 這個有些兒童不宜 在座都沒有兒童 她已經播了種氣了 鮮卑的婢女那種 我軟行這麼優秀的種子 播了在那裡 人種不可失 你站在女性主義的角度 女子是你生育的工具嗎 你可以這樣批判她 但是這種人性的解放 根本就不將禮族放起眼淚 眼淚 首先跟鮮卑的婢女發生了關係 這個已經是違反了勵族 第二就是居母喪 母親是出殯的時候 這個母喪的時候 她做這些事情 穿著校服去追回來 然後人種不可失 我軟行的種子在這裡 不可以失調的 那看你怎麼看 這就是關係到我們 怎樣去讀文本 怎樣去平息的文本 可能有時代的差異 女性主義者可能會批判她 女性就是你生育的工具嗎 這個見仁見智 下面這個我跳過 其實這個很有趣的是 古代的賭神 在賭卓上 她是怎樣去贏錢的 這個我自己的關係 只能跳過 另一種的偽進風流 乘興而行 王子優也是王徽之 王希之的兒子 她某一次在一個臨時暫住的一間屋裡 叫人買粥回來種 那些人就說 我們暫時住在這裡 然後她 怎樣回答呢 何可一日無子君 那種的風流其實是 搖憶著竹林七言的那種 我們回想起王希之 她說此地有崇山晉嶺 慕臨周竹 這種竹已經是一個 高尚人格飄逸的一個代表 她說何可一日無子君 來伴隨著我 你也看到這種偽進風流 下一段 這也是成為後世的風流的一個典故 唐詩經常有的 她居山陰 現在是紹興 夜大雪 眠國 落著大雪 然後就 明雀酒 四望皎然 落雪 欣喜彷徨 詠祖師的招隱師 忽益大安道 即是大葵 就是一個隱士高人 時代在善稽 於是她猛烈地想見這個大葵 然後叫人開船 帶我去 乘晚乘船去 然後去到這個大葵的門前 做門不前而返 去到她的門口 她不進去 然後就 我們走了 接著有些人問她 不管成慶而行 我當時有這個慶祭 我就出行 慶盡而返 那我這個慶祭已經 已經盡完了 已經過癮完了 我需要再進去 於是便走了 何必見大 我不一定見她 當時的慶祭在那裡 慶祭勃勃 滿足了這個慶祭就可以了 雖然架了一整晚船 走了 這樣一走就知道 這就是另外一種的 簡懊 重情 或者個性的自然顯現 隨心而發 下面講到這個走 好了 流靈已走 剛才所說的 稽康是身長7呎8吋的 流靈身長6呎 當然古代的呎和今天不一樣 貌甚醜水 生得很醜 幼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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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木形骸 但是這個是外在的一個形態 但是她內在才是重要的 喝酒喝得很厲害 有一次她的夫人叫她戒酒 她說好好好 那我在神明面前 戒酒 那你買好一些酒來 買好一些肉來 供神明 我現在就戒給你看 然後把那些酒喝光 把那些肉吃光 然後就 立即又醉了 所以就說戒酒而已 這個禮節而已 其實是借口來的 想喝多些酒去 所謂的戒酒 下面這段就更加體驗到 這個當時的文人的宇宙觀 劉寧行蹤 眾酒放達 說脫衣裸刑在屋中 脫洗衣服在屋中 然後有人見到就揮笑她 我將我的屋子作為我的衣償 我以天地為洞羽 屋室為軍衣 你們進來 諸君何為入我軍中 為何你走入我的內褲裏 這樣的一種宇宙觀 她有寫到這個大人先生 以天地為一招 有了超越、飛星等等的宇宙觀 這個很重要 就形成了這個大人先生的一個思想 在遠夕裏面的大人先生傳 她提到 同一個宇宙觀的結構 這裡 因為在流寧裏面 已經提到這個大人先生的形象 有記載 細說真語記載 遠夕曾經在蘇門山中忽有真人 然後她全程沒有跟她說過任何事 就是在她面前笑 就吹口罩 這個蘇門真人就不理她 最後 遠夕落山的時候 回望半山 忽然有聯鳳之音 其實是蘇門真人在這裡 長笑去回應這個遠夕的 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是另一種影襯 遠夕人人都覺得她是一個高人 現在多了一個蘇門真人 而演化出這個大人先生 她和流寧很明顯 就通過大人先生的形象的建構 就體驗了她一個的宇宙觀 這個蘇門真人才是一個更加高的一個高人 在這個大人先生傳裡面建構了一級一級的 一個士君子 一個忍士 然後一個採身者 斬柴的 然後最後是真人 最高的是這個真人 所以細說新語這個真人 很可能就是這個大人先生的一個圓形 OK 最後一點結尾 我看的時間也不是很多了 我們讀的文本有所謂的hidden meaning 這個我借用這個 Is a word the act of reading 她說 Meaning is a thing which as it's made explicit in the text embodies a treasure 是一個寶藏 that can be excavated through interpretation 通過我們的傳解才去挖出這個寶藏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見仁見智的 究竟是不是有一個真正的 所謂的truth 一個真實的意義在這裡呢 我剛才所說的女性主義者是怎樣讀呢 今天我們的讀者是怎樣讀呢 還有我跟這個侯斯曼教授 在他請教的時候 我討論這個圖遠明 他跟我說 一切這些傳解 他說I'm allergic to allegorical reading 一些寓意的解讀呢 我不會伸手過去的 只是按照文本如何寫 我就如何理解 所以下面這些都是 根據我們後人怎樣讀文本 得出了些什麼東西來的 如果是按照以上兩位學者所說的 一些原則的話呢 文本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你讀到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下面的文學概念呢 所謂petitalk, fiction, immoral, plot, irony, stereotype, archetype, comedy, tragedy, hubris等等 這些都可以形容 我最後強調這個所謂的Hilbert 就是其實這個Aedipus 希臘悲劇裡面的俄迪普斯王 因為他太自大太自信 所以引來他的一系列悲劇的殺父取武等等 這個就是Hilbert 他過分自大狂妄 溪康是不是這樣呢 潘岳是不是這樣呢 你可以將他套入這個文本裡面 但是呢 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們閱讀文本呢 文本是這樣 你感受到什麼是這樣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一個原則來的 最後就是引用近代的一首詞 就是數風雲人物 《橫漢今朝》 我們今天怎樣閱讀文本 怎樣去寫作文本 怎樣去理解歷史 我們必須沉溺出《晉書》裡面 他吸收了多少細說聲譽 例如初唐史學家裡面他的態度如何 他怎樣吸收 再往上推細說聲譽 他引用國子和培起的雨林 他又改動了 為什麼他要改動 他的動機是如何 最後再次引述童有蘭先生的幾點 原心、動見、妙想和心情 不止我們讀文本是這樣 我們寫作文本、對待文本、閱讀文本、處理文本、看歷史、看文學 都應該帶有這些心情的 我也要過了一點時間 不好意思 我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多謝陳教授精彩的演講 帶我們重新翻開這個細說聲譽的文本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法重新去讀這本有趣的書 下面我們還希望陳教授給我們一些時間 讓我們的聽眾 在場的聽眾可以發問 你手上有一張紙 或者你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寫在這張紙上 我們就交給陳教授講 如果是在線上的朋友 你也可以把你的問題傳進來 我們就會有人去照顧他 哇 大家都很熱烈 一下子就有好幾條的問題 這個就是厚我的眼睛 我的字很小 不如我讓陳教授看第一條 我也未必在 一看就知道是很清秀的 女性的字來的 應該是 我或者到這裡出來 劉義慶就說 因為細路艱難 而廣修文士編書 細說雖被後人歸為子女 但想來於流氏心中 有記史之義 有趣的事 古至孔子後戰明末 將代替人家有受政治環境影響 選擇收視 你如何理解政治環境 與收視和文學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處於偽晉的亂世 既使收視 對當時的文人 有什麼意義呢 那麼 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都很有意義的一個問題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 很多黃國維都說過 其實所謂的記史 我不深入西方理論太多 什麼為真實的歷史呢 發生了的歷史呢 那麼 我們今天看到的文本 文字記載是不是真實的歷史呢 因為其實與政治的關係 非常密切的 那麼 首先政治環境 規定你可以說什麼 不可以說什麼 另外一個編史者 寫文學者 或者編書者 他的一些品味 取向 或者他自己的一些技術等等 這些都影響了文學的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說 這件事情就是 文本是怎樣呢 怎樣呈現呢 我們用自己的眼睛 用自己的感受去讀 那麼 如果這樣說 擴大來看 好像25史都有這個問題 有什麼政治立場 有什麼的取向 有什麼的 制褶等等 這些都很難說 什麼是真實的歷史 所以 你說 所謂的 fiction 或者history 或者是 正史與夜史之間 根本就很難畫個界線的 正如 剛才梁董事所說 你說很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很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多謝 這個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我想是要挑戰一下 細說新語這個故事的 他說 細說新語的風流故事 阮涵 人種不可失 簡直是古代的 飛仔所謂 哈哈 為什麼會歌頌他 是人性解放 哈哈 那麼 王子又夜 探有人呢 任意去 使他 使他的僕人 為他辛苦 撐船 這些是二世祖所謂 為什麼 以淫誕 明之風流苦 這個 是不是後人呢 這件事呢 就是 做美呢 嗯嗯嗯 是嗎 好的 請教授回應一下 非常之有意思的問題 其實正如我剛才放這個 PowerPoint的時候 人性的解放 我已經打了一個問號 是不是人性的解放呢 而且真的是見仁見智地讀的 而且我引用一些 比較典型的 類性主義的角度出發 其實 從你採訊什麼立場去看 有些過激的人 或者是 反對禮法 對人性的束縛 一些所謂的 引用 革命思想 我們要打倒禮教的束縛 另一面就是人性的解放 其實我不認同的 這些是 將它絕對化的 所以剛才我講的時候 已經打了一個問號 在那裡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那麼 飛仔的行為 我絕對認同 他自己的性慾的一個 的發洩而已 而且是 怎樣 硬來的 這些我們 不知道 他是此世寧人的 因為是鮮卑的婢女 你是公子 你大了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是真是很卑鄙的一個行為 王子侯那個也是 辛苦地搶船搶到半夜 沒錯 這個王子侯的歷史背景就是 到了他的背景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無所事事的 真是二世祖來的 他慈觀之後歸隱山中 就好像鄭安那樣 他不是東山再起的 就是這些公子歌儀的行為 所以很好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相當程度地是認同的 但是正如我所說 你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標尺去看的話 就看出不同的東西 應該在線上面有個問題 但他一出現了 在我的那個網路裡面 馬上又不見了 我希望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再訪問一次 但是在我們還沒看這個線上問題之前 還有一章 西書裡面 各門都記載神同 天才而同 這是早戀的情況 教授認為此舉背後有什麼原因 因為你沒有說到 沒錯 這裏就是自己讀回來的 沒錯 其實是 沒錯 我都想過一個 都挺好的一個論文題目 就是古代的天才而同的書寫 細說生語很多 什麼恐龍讓離等等 那些 為什麼會這樣寫 為什麼會這樣記載呢 我想 是 我想一下 首先想到我想 一個 當時的搜尋一些奇趣的一個心態 我們應該往常推 往常推到東漢時候 這個黨故之王 一些世家大族的地位受到打擊 所以當時的家史 是突然撥輕的 我們什麼地方什麼事 什麼地方什麼事 我們家族是如此光榮而來 所以從這個傳統的東漢以來 就一直下來 再加上九分宗政 九分官人 就怎樣品評人物 人物節很典型 怎樣為之人有風神 怎樣為之好人 怎樣為之壞人等等 其中一個特點 這位聽眾非常有為眼 就看到對於兒童神童的描寫 我覺得都是首期的一個心態 還有小事了料 大話不佳等等的一些進語之類 收集這些說法 我想是強調一些神童 和一些引起別人的注意 世間有這些小友的神童 我們說過一個偉戒 它不算是同 但是也是很年輕就過了一輩子 它太英俊 和清談的能力 太好了 當然另外一個 年輕而終的一個 你不要說神童 就是一個超能的人 就是王拔 他住的州域和老子等等 很多這些描寫 就是要突出這一方面的人 也是一種的風流 來的 好 就是 劉仁先生可以幫幫忙 張先生的問題 多謝劉仁先生 我老位成客 就是 有些問題 就是 陳教授也提到 魏晉人的風流 或者風道 那 鄭偉也有朋友 就是講過 到現在的看法 可能未必是一次了 如果離開魏晉 大概2008年左右 唐中葉的時候 就是 晶圓圓和年間 就是如果大家記得 是元診 白居易 寒域柳中原的時代 那他們譬如元診都寫過 鵬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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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 就是拋棄了它 寧取高門 那這些是否有人評論 就是 這些魏晉人的 遺留下來的風範 那是否 會不會是 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 沒有斷絕 呢 那什麼時候才 魏晉鵬鵬 就不為 當代人所 重視 譬如 你這樣欺負女人 或者是 不夠是 負責任 好的 劉總市民 這個問題很好的 因為 你講魏晉 今晚 實際上 陳教授是 唐朝文學的專家 不敢當 元診白居易 他所寫的 主要是元診 所寫的 這個故事 其實我 透露少許消息 就是 正在寫的一篇 書稿裏面 都提及了 這個 《鵬鵬傳》 寫的 唐人的風流 那種的傳統 是怎樣來的 怎樣繼承前代的 其實呢 跟劉義慶有關 《休明錄》裏面 就提到 劉晨婉兆 五日桃園的故事 就跟 這個仙洞裏面的 美女 就發生了關係 這個故事呢 到了 初唐時候的 張族 這個 張佐 張族 《休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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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提到 《劉晨婉兆》 《五日桃園》 它發揮了大大的作用 尤其在唐代文學裏面 到宋詞裏面非常多 這個就是我書稿的其中一個論述內容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 是否《始亂中戲》 或者是關於性愛的描寫等等 對於女子的地位的一些 誤衊也好 是否遺留下來的呢 這個很值得思考 我覺得一直以來南尊女卑 尤其到了中唐時期 那種文化的開放 去平康里等等 那些的 今天所說的槍 就是槍的意思 槍就是槍的意思 我們所說的 娛樂服務者 很多都不是新的 但是也有例外的 那個文化的背景 都很大的因素 也都有一路傳承下來 雖然不是優良傳統 傳承下來的 不好的傳統 我們現在就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還有大概一分鐘半分鐘 好 有幾個問題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位朋友就說 陳教授提到那個東藏快婿王羲之 有個故事就說他當然磁石得很好 他結果娶了一個夫人 一夜都念字 有一晚在夫人的肚皮裏 亂畫 那夫人就說他人各有體 每個人都有自己身體 啟發了王羲之 就創立了自己的自體 這個是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或者是跟這些偽進的人 那種率性有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都很難說 《細說新語》的書裡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一個是陪啟的雨林 一個是國子 除了這兩本之外 就是他吸收的材料 樓下的視訊 幫到很大忙 搜集了一些不同的東西 但是即使有樓下的視訊 遺落了的東西 都不計其數 這一條的材料 我自己都有聽過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可信呢 同一個事件 譬如說 剛才所說的衛戒的死因 有人就說他媽媽知道他的身體很弱 但是王將軍照他見面 你不可以不去 說了通宵 說了通宵之後 他的身體 殘弱頂不住 死了 但另一個說法 就是被人看死了 那這個誰是對的呢 那是不是那些人 剛才開始之前 我也說過 文人多謊 這些不同的 某個人物 好像胡適所說的 這個屈原是箭朵式人物 一個箭朵 設在這裡 每個都射箭 各種各樣的說法 就是這樣出來 還有關於王禧珠的書法 就是這個衛夫人 或者是跟俄的有關 或者是受到什麼靈感的啟發 我不敢說哪些是真的 但是呢 至少孤為一說 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歷史的記載 這些證明不了的 正如我由始至終都這樣說 就說 文本是這樣寫 你能夠讀到什麼 你能夠感受到什麼 就是當娛樂是這樣 我想《細雪新雨》的編寫 其中一個意圖就是這樣 遊戲說 我再說一點 就是關於《網信》的《西遊記》 背後有沒有什麼教育的意義呢 很多人都嘗試去挖掘 《西遊記》 又說到《西遊記》的原型 在哪裡 很多人做過研究 但其中一個 我很信復的說法 就是遊戲說 遊戲說 我寫出來是個癮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能夠讀什麼 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會不會回答到 這位聽眾的問題 如果回答不到 就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這個答案 可以一直流傳到 大家都有不同的答案出來 《國學》就是這樣 一本的天書 什麼都有的 今天他已經說 也是把《細雪新雨》 或者把我們中國傳統的 一些學問一打開來 原來都不是完全是講道德 講教育 有很多可以參考 和思想的角度 我們今晚就很感謝 陳教授給我們精彩的演講 和回答很多 或者有挑戰性的提問 答案 236